去加mode 嗯 毛豆商 毛豆商 咦 可以跳过广告 看电视 What's your favorite browser extension? 嗯 Online shopping is easy, but not always affordable 嗯,雖然我有会员了,但是我没有登录 But not this one, this one Here's how honey works 好玩吗? 嗯 好玩吗? 嗯 好像没什么兴趣啊 这个灯 这边有一个手环 这边是这样子拉 在这里 往上面拉,也可以打得开 Honey is dope,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guys Seriously, it's honey, it saves me lots of money 不是很大,像宝马三系一样差不多 然后这边 他肯定不喜欢看这个 来,我给你换 我给你换别的看 你要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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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这个 哇 不 可以 对 对 充满电才跑220mph 那么那么就是说在家里充满充110V 像我家这边电压是110V的话 那就要充12小时只能跑50mph 那也太满了 如果改成两条火线并在一起 就是220 那么220还是不够快 220的话也就是说 充10个小时你只能跑100mph 那如果快去充电站充的话 充电站其实还好 主要是什么太远了 如果你家近的话还好 如果离家太远不划算 而且他虽然送了4年的免费充电 如果开的多了 开电造车的那些人 或者开那些 什么出租车的 你买这个车去开真的划算 因为几年下来你这个油费的钱就基本省出来 虽然说车价只有四万五 那么他送了这么多的话 你相当于你你你花个一万美金吧 一万美金你能加的汽油估计可以跑差不多 也就十万买那么你这家车使命开开到十万买的话 基本上油钱哎什么的也就差不多省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 呃刚才说到哪里啊 哎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你不要去看那个吗 怎么看这个吗 怎么看这个吗 一 用了这段时间哈给给给我的想法就是其实其实如果家里有停车位的话买一台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你每天上下班开开哈就代步平时代步完全够用那如果说你是开出租车的话 嗯充足车的话有点吃力主要是什么充电主要是充电的问题万一接了一辆大单去远那你就是很小心了万一去的太远哎没地方充电那么就完蛋了 还有就是目前虽然说他们充电桩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还是还是不够多如果他能多了他能多到像加油站一样 就是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加油站是不是那加油站里面如果多加一个充电站的话那就好用了方便多了好不好那不不舒服把这个弄掉不把安全带了 按按这里对按这里 充电站虽然说呃如果你过了这一个promotion就是说过了优惠期 你游戏期过了之后呢 从你没有用优惠去充电充满电盘220麦那么差不多电费是在8美金左右 220麦8美金 400麦16块 其实比汽油还是便宜的比普瑞斯还要便宜的一半 啊就是车价还是算贵的我是觉得吧 他那个里程数还算太低如果买高里程版的哎那还差不多 至少要300多麦以下你才够用 而且如果这是200多麦的你看你开出去随便干一件什么事情100多麦就干掉了 剩下的话 你不能把它电全部放完 你把电全部放完就像手机呀你把电全部放完他电池的寿命就会降低那么最好的是 用到百分之八十充到百分之八十然后用到百分之二十然后就是这个范围之内 你可以一直用然后有一台 呃 有一台特斯拉呢他经过测试 啊 是开了model s 开了100万麦是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去赌场到加州的啊 看报道是这么说然后呢 他开了100万麦 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坏过基本上就是说电池拿出来最后测试寿命 电池的能量还有 百分之九十 见电池的寿命还有百分之九十 这已经很不错了那目前里程最高的其实就是model s 那么 目前来说 唯一不好的就是他里程太低了这个是低盖板的盖中盖 那么只能跑百二其实是不够用完全不够用如果稍微去远一点的话 你比如说中途想去哪里 哎加个塞啊去哪里玩一下那你的计划就乱了因为 他一定要规划好你要去的路下 路线那么你自己乱跑的话 比如说中途有个什么想法想去看一下什么湖啊什么的 就没办法了那么远远就不够 超出你所计划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还是没有汽油车那么方便吧但是这个也很难讲 诺基亚 诺基亚不是在牛逼最后不是也没了吗 所以说未来电动车 呃就就跟那个智能手机一样也可能会成为主流吧 但是 怎么说的呀 你看 呃 卡车卡车就 另当别说了啊卡车 你说做电车的吧那也是不太现实你看小车都还没普及一点在说卡车 但是但是卡车我们学到的是什么手牌的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的还是还是会被淘汰的 还是有一天会被淘汰的因为 这个 也算是今后的主流吧 那么 今天就分享到这 嗯 挺好的一台车 不错 比如说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